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长大了 我毕业了 你那个时候还在上课吗 还在上学吗 对啊 我那个时候上大三呢 疫情前最后一部 对 对 疫情前拍的嘛 刚好拍完就疫情就来了 你在哪呢 在上海吗 对啊 嗯 咋样啊 你也在隔离吗 对啊 待着呗 物资什么还好吧 物资啊 物资够 开始的时候我没搞明白 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就是 现在是咱们三个聊是吗 我看一下 它好像有个礼物城 哟 说我瘦了 怎么可能瘦了我 胖了差不多 诶 好像有个主持人 是吧 对 算了 算了 不要停 重点就是有四个人 我们现在就俩 不要停 对 就我们咋聊 行 可以 说我是不是刮胡子了 对 我疯了 我关了一个月 基本上没刮过胡子 然后今天直播我刮了一次 诶 那你在北京 你是不是现在也是不能出门呢 嗯 没有 我可以出门 嗯 我们这边就是相当于有的小区它疯了 就最近才比较严重呐 然后我在朝陽这边 你哪个小区 我们这边还行 挺自由的 你最近看剧了吗 有看 我现在不是每天都没事吗 我基本上有的时候 一觉都睡到中午 然后起来以后玩一玩 然后晚上就看剧 然后上微博 聊天 那你还玩车吗 我什么时候玩过车的 我的哥哥 聊点别的呗 那你今天吃了啥呀 我没有 我今天还没开始吃呢 我基本上现在每天 我要不然就吃一顿中饭 要不然就吃一顿晚饭 然后基本上后面就不这么吃 什么 申请连麦呀 什么什么 等一下看一下 是吧 主持人 申请了 那边有个通过 我没看到啊 哪有 申请连麦呀 好好说话 线上 不知道 我不知道点哪 你点 你点 我不知道点哪 我这边没有 我这边没有人申请连麦呀 是要你找他们连麦吗 是我找他们连麦 我看一下 好像是这样的啊 我看一下啊 不对不对 是他们找你连麦 是吧 申请 是这个吧 接受 不是 我前面就已经 你现在在家有时间追剧吗 有 你看了以后什么感觉啊 就是你 你每天看了以后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你好好呀 我觉得你脸的好稳 就是每一场戏特别 特别深 不是 我是说 我是说你看你自己什么感觉 我又没有让你说我 哦 对不起 我看我自己 我觉得 有挺多戏 没有眼好 挺 挺 挺不好意思 我最大的感觉 我觉得你的皮肤特别好 皮肤状态特别好 对吗 非常敬得起特别人 非常敬得起特别人 我看他们那个没有加什么磨皮什么之类的 都是自己原生的一个皮肤的质感 好像 嗯 它基本上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处理吧 我觉得 嗯 嗯 所以我就会 所以我就会 我就会 还没弄好 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逗的 就是 我网友发一个图说 嗯 哥哥给苏金晶无效打伞 笑死我了 就是你来罗秀工作室门口接我的时候 嗯 哥哥给苏金晶怎么样 无效打伞 你不给我打伞 那天下雨了 对 就那天下雨了 你拿个伞过来接我 你给我躲雨的 然后呢 完了就是那个伞没有 没有躲到我头上 哦 不是 不是不是 我记得这场戏 好像 好像一开始是 是有打在你头上 后来是因为什么 挡光吧 让我把伞往这边移一点 好像是因为挡光 嗯 我觉得你的皮肤也挺好的 也特别好 哎 我没有开那个美颜 哈喽 哈喽 主持人 主持人是男生啊 我以为是个女生的 我终于进来了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用这个 咱们直播的这个功能 用的比我鲜熟 我没有第一次弄这个 我弄不好 我也是 都OK哈 嗯 现在就等那个 小陈呢 小陈那边 调望律师还没进来了 对 哦 他估计他还在补装 他还在补装呢 那咱们先聊一聊呗 我我昨天晚上是一口气追了八集 哦 你是因为今天要做这个 做这个直播的主持 所以连追了八集 实话实说是因为这个原因 连追了八集 然后一下子就停不下来 本来我说看个两集 然后做做功课 结果没想到就停不下来 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我先说一下我的一个感受好不好 我就打开第一集 我就发现 这个 陈小老师反差也太大了 和以往我们见到你在屏幕上的形象 或者是之前采访你的那个形象 反差特别 我们之前有见过面吗 我们之前有见过 之前还是在其他的剧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现在想起来应该得有六七年的时间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陈小老师非常羞涩 非常腼腆 非常内敛 但是没想到这么羞涩 腼腆内敛的人 演了一个主持人 来给我们说一说 你怎么想到说 要演一个特别特别 反差很大的这样一个角色 当时刚开始看到这个剧本 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很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说 他主持的节目 跟他给观众面前的那种形象 和他本身自己 这个反差是特别大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就觉得很好玩 首先从角色入手 我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他里边的很多的案件 也是生活当中 其实家长里短的 很多时候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 也比较接地气 我昨天看了那集 我觉得挺难的 因为有些地儿 比如说你劝人家 给人调节的时候 就是需要紧紧有条 聚聚在里的 那个时候一大段的台词 不会有人担心吗 说有记不住什么之类的 会啊 会担心啊 会担心啊 但是还好 我们杨栋导演 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 他一般在现场 杨栋导演一般 一般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比较喜欢看我们闹啊玩啊 不会说给我们很大压力 让我们在现场很放松 你那边也是吧 你那边的赖意那边应该也是吧 演起来应该也是很放松的状态吧 嗯 因为他杨栋导演好像会给 他就是这样 他喜欢让演员在现场 会有一些激情发挥啊 或者怎么样 剩下的啊 哦 剩下的小哥那边 小哥说那个小陈申请了那个连线 你接一下他的那个连线 我这边工作人员正在帮着弄呢 帮着弄呢 我看一下 这挺不容易的 咱们现场在搞 那个 对对 镜头好像有个功能在里边 其实是一个融化冰山的作用 哦 我以为我有个功能 我可以连直播 对 是的 是的 嗯 在剧里面是这个两个角色的设定 我这边 我这边没有显示有他 我这边 嗯 还没有显示有王小陈呢 还没有显示 好好说话 线上调解聊天室 现在 现在没有看到啊 嘉宾席有六个人 但是好像没有 那就等一下 我们先聊一下 我估计也是那个 也是在摸索了 怎么怎么连线 因为都没有怎么直播过 好啊 你们先聊一下 我找一下王小陈 找一下 对 你找一下他 我们先跟那个镜头聊一聊 镜头这次 大家都很羡慕 要请 你说 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宠你的哥哥 来跟我们 来跟我们聊一聊 有这么一个哥哥 是一种什么感受 都幸福啊 大家都很羡慕我的 我在生活中也有 我说我在生活中也有哥哥 就是感觉有哥哥是一个特别好的感受 就特别是小哥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设定 就是阳光呢 一个宠媚狂魔 我特别不着调 我希望哥哥帮我找工作 帮我追星 他都帮我实现了 大家都很羡慕说这哥真行 遇到事是真给办啊 对 对 这人能处 给妹妹办实习 帮妹妹这个追 追这个自己喜欢的男生 对吧 对 但是 但是看起来跟那个 跟这个罗修谈恋爱 这个感觉还挺辛苦的 因为大家就感觉好像是在融化冰山的一个作用 对 大家都叫我快跑 能分析分析吗 对对罗修这样的男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是喜欢她的才华吧 就是欣赏她的才华 然后因为苏宁静她的家庭 她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嘛 所以她有一部分可能是来源于想反抗吧 对家庭的一种压迫的一个反抗 她羡慕罗修这种非常自由的一个灵魂 她追求她自己的摄影事业 那她就一心向往要拍出好照片 就不受世俗的一些制约吧 我觉得这是她最欣赏罗修的一个点 精神方面的 然后呢实力方面就是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摄影师 然后我也很想学摄影 对很吸引我的两个点 对因为我看了这几集 我发现妹妹其实是哥哥的一个软肋 就是每次就是哥哥什么事不想办的时候 只要一说是给妹妹帮忙 是给这个妹妹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定杨光辉答 也说好这个饭局我去 这个忙我得我得那个去去去帮 就是所以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我还没看到后面 是因为她和哥哥之间的这种感情的关系 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家庭嘛 小哥 对小哥可以给我们讲讲 什么 对于妹妹来说是非常非常宠的 对 她对于家人 都是有那个家里 家里什么姑姑啊 奶奶啊 妹妹啊 三个女人嘛 她都想去保护她们 所以每次提到妹妹有什么事帮忙 小哥一定是这个 就是阳光一定是会上的 对吧 对对 家人对于阳光来说是个软肋 对的 我们我还在追着呢 后面还有 大家还在提醒说 说那个对陈小哥在那个葛优堂 换个姿势对膝盖不好 什么换个姿势 说你现在呢 别管我什么姿势 这是她最舒服的姿势 对吧 我们现在在网上就已经看到 就大家给你总结了 说阳光这个角色是一个嘴强王者 您相信这样的评价吗 你觉得这个评价贴切吗 我觉得不贴切 我觉得不贴切 其实生活当中 能说善道的人有很多 对吧 但是我觉得阳光 他的强点是在于 就是什么角度呢 他是一个很会 换会思考的人 就是很有同理心的一个人 他虽然表面上很冷漠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 很有同理心的人 所以他所有调解的出发点 他都是懂得 比如说他现在要调解三个人 他可以同时站在三个人的角度 不停地切换角度来帮人家分析 你要说能说会善道的人有很多 但是说有这种 换为思考的人 在生活当中 其实不多 所以这个其实特别符合 就是阳光主持人的这个角色 不是主持人 其实我一直不定义 包括我演他的时候 我都不把他定义成一个主持人 而是一个调解员 他就是一个调解员 对 因为他不是像一个常规意义上的 说这个能说会道的主持人 而是就是真正的是有功能性担当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而且你演完这个角色之后 对这个调解员的工作 现在是不是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了 其实我们系到后来的时候 其实有交代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当做生活当中的调解 只要我们学会去 说小陈来了 我们没看到小陈呢 评论里面说 小陈在提交的申请了 需要让小哥赶紧通过一下 什么情况啊 等一下啊 你们先聊 快救救小陈 在嘉宾席是吧 在嘉宾席 哈喽哈喽姐姐好 哎呦太好了终于 终于进来了 我终于跟上你们了 我刚才一个人傻不呵呵的 已经开了 就是我的直播 然后已经开了很久 然后发现 就我一直在连成小 一直连成小 然后他也不理我 一直连不上 主要是我们都 刚开始用 都不大会用这个直播功能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家里面 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跟我们先分享 分享吧 小陈你先跟我们说一说 最近在过着一个 什么样的居家生活 我连直播都连不上了 你说我现在是什么 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啊 哈喽啊 我们人人集齐了 先每个人打个招呼 好不好 先有请小哥跟我们 看直播的所有的 网友们打个招呼 嗨直播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晓 在剧里边演的角色是 我在剧里边演的角色是杨光 好 欢迎杨光律师 接下来杨光主持人 接下来该有请律师了 大家好 我是王小陈 在剧里饰演廖望 陈晓你不要张笑 没有 我看下面 我看下面弹幕上 有人说一群中老年人 那来那个妹妹 哈喽哈喽 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镜彤 在这个戏里面饰演的是 陈晓的妹妹 是一个小助理 是说咱们是向 那个中老年人聊天了 咱们就中老年人聊一会吧 直播也不会玩 你隔离的好吗 我 小哥是吧 容光换发 小哥在哪呢 现在 在上海 在上海 在隔离呢 能看得出来 有一段时间没剪头发了 是 对 特别想慰问你一下 隔离的很好 我这边还好 其实你知道 我是很宅得住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 就还行吧 耐心 所以每天在家里边 所以每天在家里边 干点什么事呢 小哥 啊 我说现在每天在家里边 干点什么事呢 我这个手机有点毛病 我现在声音好小 等一下啊 那个我基本上就每天 每天就就看电视啊 然后 每天都在 给好好说话 做宣传呢 就 我们 我们看到你微博了 这两天疯狂营业 因为我看到有粉丝说 说那个平时 陈小哥 那个五百天都不发自拍 但是这两天的时候 在疯狂营业 我 我一个人 如果说在房间的话 我一天我也没话呀 我也没话 我也 我也不怎么说话 所以完了以后 就 微博有的时候聊天 就好像就说话一样 其实我觉得直播也挺好的 就给你一个说话的地方 要不然你一天待在家 你也不说话 听说是那个 每天都是那个 看完了新闻联播之后 然后来跟我们那个 粉丝互动是吧 嗯 很有大局观 这两天 不是我刚刚都介绍了角色 我觉得也给我们 在看直播的 还没有这个 开始追我们 好好说话这个剧的朋友们 来说一说 每个人都在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小哥演的这个角色 是阳光是个主持人 该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主持人呢 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主持人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 一个心地很善良的 然后 心肠很软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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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解员吧 准确的说 我觉得他叫调解员 不叫主持人 然后他很懂得 换位思考 能够站在 别人的角度 替别人去 考虑一些 你记性蛮好的 现在还记得 那不看剧 一看剧 情节全想起来 那我要现场考一下你了 你还记得 你的领导叫什么吗 什么 你的领导叫什么 我的领导 不是曾里姐演的那个吗 牛志玲 领导的前夫叫什么名字 前夫叫 叫王耀金 演的那个叫李恒基 李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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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有一个称呼 叫做 叫做那个 志恒夫妇 然后好多网友 看完之后觉得 那个阳光在里面的角色 特别像一家三口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图 给你们看一下 志恒夫妇 和他们的孩子们 能看到志恒夫妇 和那个乖巧的儿子 特别是有一场吃饭的戏 特别像爸爸妈妈吵架了 然后阳光在中间 那个 我跟他们夫妇俩 吃饭的那场戏 是我们开机第一天拍的 那是开机第一天 怎么对于网友 这样的评价 觉得准确吗 特别像是志恒夫妇的 那个宝宝 因为两个人感觉 都在争宝宝 有点像 对 有点像 其实弟弟在姐姐面前 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出 有点像儿子的感觉 在姐姐面前 表现有点像儿子的感觉 这个逻辑 好像也说得通 小陈在跟我们聊一聊 因为演律师这个角色 已经是你第二次演了 对吧 这次演 廖旺觉得有什么 是不是已经得心应手了 也没有 我觉得两个律师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性格 最近现在 网上天天都在说我 说我老乡怎么变样了 其实我没有变样 我就是那个戏比较瘦 瘦了二十多期 然后大家就说我变样了 其实没有变样 是吧 陈祥 你当年认识我就这样 我拍这个戏之前 我将近有五六年六七年 没见过你了 是不是 拍好说话之前 我有五六年没见过你了 对 所以我变过样了 你变化好大呀 比如说 没有没有 包括我现在看你也是的 感觉你没有怎么变 没有 大家说我好像是动哪了 其实我哪都没动 我确实以前吧 是一个不太减肥的女演员 所以脸上呢 就肉 其实你胖一点好看 你不用 你不用剪 对 但是现在大家就怀疑说 是不是下巴 还是哪哪哪 我现在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证明 我自己人瘦了之后 五官会特别的明显 但是呢 我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忽然之间就瘦了 但是确实 那也没动呢 冤枉呢 小陈在线成青 我们完全没有动的吧 但是刚刚那个镜头在看 就是在现场 你们两个人也是经常这样斗嘴吗 嗯 哥哥姐姐 也是啊 没有就是 就很和睦 很融洽 嗯 不能说是斗嘴 就是挺有趣 就是一种有趣的交往的方式 嗯 你看 孩子给稀罕的说 很和睦 很有趣 这样的词都出 没有 因为太熟了吧 所以有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会 聊天的时候 我就互相查 这很好 你觉得 就是小陈 你觉得那个 因为那天我看你发微博说 其实和陈小 已经认识十年的时间了 你觉得这十年 他的变化大不大 不止十年 不止十年 不止 十多年 我们那会儿应该是09年 09年 对 我大学刚毕业 08年 毕业09年 09年到现在 13年了 13年 对 所以那个时候和现在 你觉得 对方觉得 你们两人觉得 对方变化大不大 其实我觉得吧 小陈的变化 真不大 为什么小陈变化 挺少的一个人 是的 不是13年前他讲过了 我们都没讲过话吗 他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内秀的一个男生 我感觉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不是那种 就是比较开朗的男生吧 但现在 也还是 现在话变多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现在还是那个样子 没有怎么变 但是我感觉他就是 就成熟了 你知道男生还是 每个年龄段都不太一样的 就是他可能十几年前 你觉得他可能还是一个 我也是 少年 我真的比较喜欢现在的我 我不太喜欢 那个时候特别小的我 我也喜欢现在的你 对 就是 感觉 感觉那个时候 想法表情 嗯 就感觉不太 那个时候小就是感觉 每天想法好多 然后但是感觉你就是他 真的就像个宝宝 对 就是 因为女生本身可能 就会比男生成熟一点吧 我那时候就看成小就觉得 真的是个宝宝 是个宝 但是现在感觉他 哈哈 已经是有宝宝的宝宝了 哈哈 对 现在是有宝宝的宝宝 嗯 对 十年的友谊 其实不好坚持 到现在的时间 然后双方都在各自成长 也在各自进步啊 嗯 十三年 会 会有的时候感慨吗 说原来我们都已经认识那么久了 认识了十几年了 对啊 我觉得这是挺难得的吧 而且而且很有缘分 真的是很有缘分 感慨自己活了这么久了 啊 而且而且这 嗯 跟小陈中间不有五六年没有认识 那个时候 我经常看小陈的剧 嗯 然后因为很多跟小陈搭戏的男演员 我都很喜欢啊 然后也都是 你知道都是前辈 要么是老西鼓 爱 都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 他们的戏我有看 所以就经常能看到小陈 对我也很意外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陈小陈就跟我说 哎呦小陈 你现在 怎样怎样怎样 跟谁谁演的戏 然后我都看了 怎么怎么样 我就很意外 对 我跟小陈说 我说你太幸运了 我说你不需要转型的 你从二十岁开始 就已经开始跟老西鼓打戏 哇你这 是的 小陈中间有关注 有关注陈小的戏吗 这中间五六年时间没见的时候 那不用我关注 那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啊 对不对 陈小已经爆红到天上去了 已经不是当年我认识的陈小了 不是又老又丑吗 又不帅 对 还过气 当然还没过气 再等等 我想我想求证一下 我就是就是过气啊 这个气要不要加儿化音啊 过气啊 一般情况下都说过气啊 那你说过气这个 南北方吧 专业探讨了哈 北电和上戏探讨一下 这个过气的气要不要加儿化音 不是那天正好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哎 为什么是过气 所以是不是该加儿化音 好像是该加儿化音 是该加的什么 因为你是主持人啊 我不知道啊 这是应该加的 我也不标准的 还是坚持的 你的这个是 镜头你来说一说 是不是需要加儿化音 主持人你不知道 你问我 因为我觉得南北方 好像语言系统有差异 因为我南方人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当时学主持的时候 我就不说儿化音 对所有词 我都不说儿化音的 然后后来老师就会教我嘛 有的词是要加儿化音的 但是具体这个过气加不加 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南北方 我这个词我也没搞 没事没事 我就随便提嘴 专业探讨 在这个系里边 有人跟我们说 说是不加的 不加不加 过气不加 不加不加 好 扣了我们这个 两百块钱的工资 接下来 因为刚刚在这个系里边 你们刚刚说的 说这个十年前没见 感觉是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在这个系里边 你们的这个 确实都是化变多了 特别是在里边 有好多这种 比较两个人斗嘴 就是阳光和这个 瞭望斗嘴的一些名场面 我们也准备了几段 准备让你们两个人 现场还原一下 我跟镜头来听一听 你们现在 如果互换一下身份的话 表现是什么样子 好不好 小陈你可以吗 这个 钻也不怕 这怎么来 行吧 来 行吧 护华亚身份 就是对小陈去适应阳光那个角色 然后陈小去适应 亮望那个角色 好不好 我们先来小球场 第一个 好不好 就是你们 就是好像是第一集 还是第二集的那场戏 那个 亮望 然后坐在那个车上 然后去找 去找那个阳光的那场戏 好不好 我们把那个 把那个台词发给 还有台词卡 有卡吗 有台词卡吗 没有台词卡 那就根据记忆 小陈你那边有台词卡吗 反正给我发了一个 我就照念了 没给我发了一个 有有有 那个小哥问工作人要一下 那我得出门 小儿已经崩圈了 那你讨厌记忆力了 现在就我一个 我身边没有工作人 没工作人 对 他在隔离 对 那我们说一说那个 没有办法 他很难控制 是因为他手机要连着 但是可能 是发在我这个手机上 是吧 对 哎呀算了 那个表演环节就不要了 因为确实之力表演 也挺尴尬的 因为我们要记对方的词 可能会比较难 是的 而且小陈的那个语调太难拿了 坐姿也太难拿了 说那个什么 说那个球放过 放过小哥 要不要我念一下词 你们俩 你们俩人记一下 我就来一小段 行不行 不是 那个 那个是这样子 我们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更好玩的环节 我怕到时候 对吧 在这里 在这里一眼感觉又尬了 行 那我们就先把这趴往后放一放 待会儿看看孩子们如果说想看这一趴的时候 我们再来好不好 我们再来说一说下一个 因为我昨天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就是其实杨光这个角色和亮万这个角色感觉有一点感觉 就是他们一个人是主持人 另外一个是一个是是律师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像人情和法律的一个一个一个担当 有的时候也是感觉到这种人情和法律的这种融合 然后或者是渗透 所以你们两个角色就特别是杨光和这个亮万这个角色 他们后面是不是会有一些有一些发展 也代表着这两种这个方面的包展 就后面这个角色就我们来说一说 这两个就是杨光和亮万这两个角色 他们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 尽情开戏吧 尽情开戏吧 那我们不是记透了吗 对 陈小贤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这个角色就是他因为后面有很多 本来就影响亮望的 本来亮望觉得说 哎呦这个这些事是不是能靠法律解决的 就不用靠调节 但是中间还是给他调节到了 这个过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渗透 后面会有什么 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对于亮望 会对亮望有什么影响 说不好 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剧本的人设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一个就是新人律师嘛 其实对于很多案件呀 包括为人处事 他其实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可能是在学校里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霸 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是到社会实践上来讲的话 他确实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又碰到像陈晓这样 大家都不好好说话 然后他也不好说话 我就也不好好说话了 但是呢 就是就是我看到很多观众就会说 哎这个女主为什么 就是老是在怎样怎样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陈晓晓的这个主持人呢 他是一个 嗯 调解过很多案子 包括他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主持人 但面临到他自己家庭这件事情上的时候 小陈 小陈你在念稿吗 小陈 没有啊 你怎么老往下看呢 我怎么敢去下了一个稿子呢 我在想 我在 因为碰到陈晓晓 他比较成熟 比较成熟的一个一个人 一个一个主持人 然后他就会 因为他也处理过很多的案件嘛 但是碰到他自己个人家庭 他比较痛点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好好说话 那这是我第一个案子 碰到这么一个不好好说话的人 所以两个人才会掐起来了 是这个样子 但是慢慢慢慢 其实当大家在 面临到一些案子的时候 然后才发现 互相其实并不是我们看起来 那么讨厌的人 而且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部剧叫好好说话呢 就是要面临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还是要学会好好沟通 就像陈晓的开场白 说话不难 那个怎么说的 说话不难 说话不易 说话不难 说话不易 对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阳光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特别好 就是你想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关系 像情侣之间 对吧 夫妻之间 母女之间 父子之间 母子之间 好朋友之间 包括我们可能在马路上遇到一个人 我们是否真的能做到好好说话 这个就太难了 你包括静童他遇到了他的那个罗修 从始至终没有跟他好好说过一句话 但是这个女生他就是很治愈系的 他就很温暖啊 就是他会特别特别的理解他 其实我们这个角色 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仔细去看看每一个人物 罗修是一个最不好说话的人 那我们俩这一对就属于互相掐 一个鸽一个鸟 然后两人天天吵架 吵着吵着可能也就吵好了 但是呢 就是像朱镜彤 他跟罗修之间 他就是相对来说 表现得非常的温暖 就是当他遇到一个特别不好说话的人 他用爱去感化他 刚刚都说主持人带不动了 幸亏小陈出来跟我们带我们俩节奏 说的特别好 小陈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小哥你能不能跟我们说 因为我说这里里边 其实这两个角色 他们两个社会身份 其实是有互相影响的 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戏里面 有被就是廖望这个律师给影响到 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哪个案子 廖望影响深刻的案子 嗯 他不解决了很多嘛 就调节的事 对他其实他一路下来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开始的时候 廖望跟阳光之间是充满了敌意的吧 那就是 有了敌意了以后 可能会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 这个人就是印象很深刻吧 然后才会有感情的出现吧 对 而且你看你在里面 我好像回答的不是你问的问题 我帮你回应一下 你在里面说今天哪些调节 因为网友已经戳穿了说 小哥应该是忘了 不要拆穿我 就差不多是这样 你比如说你在里面又处理了很多 比如说第一个上来 不就处理了一个 这个90后的这个情侣小情侣的案子吗 其实我蛮喜欢那个案子的 对 我也很喜欢 你说说那个案子吧 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的讲实话呢 就是那个案子的 其实他有一定的功能 他其实通过那个案子 可以表现出阳光 其实挺冷酷的一面 就是说他为了他自己做节目 他可以很多东西 你知道他其实用的是那种 威逼利诱的手段 就说明他其实通过这个案子 去更多的表现 阳光的一些在职场上 他表现出来的一种性格 那其实也并不是 其实阳光他是非常自信的 他觉得他能给这个想两口调节好 他其实占到他的自己 因为他是一个 等于是个调解员嘛 就占到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他认为这两个人 如果真的找了律师 反而会把事情闹大了 他虽然抢了撩旺的案子 但是他足够有自信 可以把这个案子调解的很好 所以他才会抢过来 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 这么一补充 就很完整 总觉得好 主持人你不要再为难陈晓了 陈晓现在在追剧 剧呢 还没有追到那个 他真正就是 对廖旺觉得那个案子 犯的很牛逼的那个点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不要为难他了 他没有追到那里 他跟观众现在的信息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在里面是做了一个调解员的工作 我们今天在线上 也有一个调解员 并且在生活当中 这个调解员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待会的时候就联系 我们的调解员叫陈晓兜 这个兜是带儿化音的 陈晓兜 我们要联系他来跟我们讲一讲 好不好 他在追剧呢 他在每天都在追 好不好 我们现在是能连派是连小哥 好 待会 他已经在加冰棋了 可以连上他了 连一下那个 连一下那个 小兜 对 陈小兜 律师 陈小兜 陈小兜 对 小兜律师 小兜律师 那现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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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兜律师 跟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好的好的 主持人 陈晓老师 小陈老师 静同老师 几位老师 以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小兜 是一名律师 法律博主 也是上海市互联网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 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众诉讼 律师咨询专家 当然这以上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是小哥的粉丝 这是我追星离的 最近的一次 谢谢 我刚刚其实在脸卖之前 我有在直播间一直遵守 我觉得咱们聊的特别的温馨 在讨论剧情 在说人设 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到来 大家话风就变了 我这边也会尽可能用 轻松的语言来讲述 我们调解的工作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小豆律师没发现 你一进来 我们一下子都端坐起来了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是你们的粉丝 瞭望的正确 对对对 小豆律师听说 你在看这个剧 对对 对因为我有在追 这个好好说话 我觉得几位老师的演技 特别的精湛 这也是我追剧的一个原因 当然不要因为我这么说 因为我是小哥的粉丝 大家觉得我是自带粉丝 绿定没有 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 阳光这个角色 很多人都说他是主持人 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调解员 那把调解工作做的 就是演绎的很真实 又有故事性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调解工作 没那么有趣的 也没有那么多去背后的故事 或者你有时间去深挖 这个背后的故事 您看完这个剧 你怎么评价 陈晓老师演的阳光这个角色 或他在这个戏里边 这个担当 表现 做他工作的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首先陈晓老师 他是颜值担当 无论他演技多么精湛 我们不要跳过颜值这个环节 然后我觉得阳光这个人 他还是 小陈你在笑什么 你有反对意见 你可以说出来 要找看颜值 好的好的 各位老师都这么幽默 我就放心了 我觉得他是很从属 就是有一种精致的状态在里面 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的 是不是很到位 我觉得阳光这个人 是有精致的 可能他后面的人设 角色有所转变 或者受一些剧情的影响 他有改变 至少我前面看几集了 他是一个有ambition 就是有行星报复的 有想法的 也是一个年少 聪明的 像什么 我很多细节都记得 像什么 十家最年轻的十家主持人 什么金话同奖 对吧 这样一个人 他其实很有想法 然后也比较有 我觉得他前期有点精致力竭 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陈老师错了吗 你刚才那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精致力竭 什么力竭 就是活得很精致 很成熟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角色 小时候的也经历的问题 所以他有时候 会 怎么说呢 能这个问题跳过吗 他尴尬了 你跟他讲话 他紧张 总结的是挺到位的 是一个比较 比较自我的一个性格 但后面慢慢的就开始 对我说我前面看的这些集 我觉得阳光是这么一个角色 后面可能会转变 或者剧情的走向 那你现在有追到第几集啊 我现在应该是第五集吧 第五集 我是不是追的有点慢 现在那个芒果TV的会员 可以看到好像12集了吧 14集 15集了 没看到15集了 那个陈老师我收到了 我马上下线我就去冲个会员 好像只要9块 芒果TV 太优秀了 对不冲会员就是看到第五集 冲到会员可以看到第14集 我错了我错了 回头就去冲个会员 按年冲 小多律师 我就顺便多问一下 因为这个 不不你包月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大概也就是播了一个月左右 谢谢小陈老师 又替我省钱了 怎么了 怎么省钱了 我本来是打算去买个年会员的小陈老师 告诉我包月就可以放完 优秀 这个直播今天也太会省钱了 不是我想问一下小多律师 您说 您看这个剧 因为有很多 就是看到阳光在这个调解 纠纷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会联想到你自己的真实的工作 您觉得和你就是生活当中真实接触的调解的工作像不像 或者是有什么让您特别深刻的案例很像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 是这样子 就是为了就是因为咱们这是公开直播 为了说话严谨 我要声明一下 首先我代表是我自己或者一部分调解员 因为调解员他的专业方向很多 也受本职工作的影响 大家状态不一样的 我觉得好好说话 陈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更倾向于是一个调解员 还是跟我们调解工作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但也有不同的 那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只是举例啊 像目的不同 那阳光这个角色 他在这个聚集中 他可能是倾向于解决矛盾纠纷 同时考虑到节目的收视率 节目效果 对吧 那我这边调解的案件呢 都是法院分派过来的 我除了化解纠纷 我可能还会追求结案 就是通过组织协调 让各方当事人 就是达成和解协议撤诉 那我这个案子就解决了 我就可以在系统内给他结案了 就我们的目的是不同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这边呢 因为可能会去 注重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本职也是一个律师 所以我在拿到案件的时候呢 我会去研究案情 不管这个案件材料有多少 我都要去看 然后结合法律规定 司法判例 以及一些就是 现有的重据材料 我再跟双方就打个电话 了解他们各自的意见 我会有一个自己的预判 我大概知道 这个案子如果走上诉讼的程序 重视开庭审理 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 会有怎么样一个 判决的后果在 对对方有什么影响 那我会去做他们的工作 是这样 所以其实人民调解员 它是一个化解纠纷的一个第一道防线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对 它的重序也比较简单 像你比如说要走到诉讼重序 它可能会有 就是第一轮调解 调解完了 要发传票开庭 然后多次开庭 有致重 有辩论 各个环节 最后要出判决书 如果对判决的结果不满意 还可以上诉 就是流程很多 那我觉得就是调解这个工作 做得好的话 它其实可以节省很多司法资源 所以陈晓老师加油 加油 加油 小哥刚刚听得很认真 听完了我们调解员的这一段话 觉得是不是对于这个工作 又有了新的认识了 是的 陈老师息字如今 接下来我们开始考试了 这回这个考试 三位同学每个人都不能躲 一定要参与一下 这个呢 我们是准备了三个不同的案子 然后呢 三位作为调解员的身份 每个人进行调解一下 哪一位愿意先开始呢 我们就从那个小哥先开始 好不好 好 调解什么案子呢 调解什么案子 每个案子都会给到 我先说一下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您先回答 回答完之后呢 让小多律师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价 好不好 好 来看一下 小哥面对的这个案子是什么情况 第一个案子 小区里面两个住户的钥匙给弄错了 业主A请来的装修队 把业主B家给装修了 两家业主毫无知情 然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 但这种涉及到邻居和金钱的纠纷 想问一下这个 小哥会怎么处理一下 你现在面对的是这个装修B家 我们就甲乙吧 乙家的这个装修 不小心被这个甲家给装修了 你要怎么劝他 甲乙成交 这么大的事 对 装修了 不知道 别问我 就是说甲 甲出钱把乙家给装修了 他其实想装修自己家 但是他把乙家给装修了 那我会问一下 把甲乙双双都叫过来 一起问一下 就是说 你们住的这个户型 一样不一样啊 对吧 就是说 如果你们的户型一样的话 那你甲你就去乙家住呗 是吧 然后你看你住甲家 那么换一下住呗 那如果牵着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是装修风格的问题 比如说人家那个乙家 其实想装成这个北欧风 结果甲家给装成了东北风了 你觉得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建立在 不愿意换房子的基础之上的 对吧 如果不愿意换房子的话 还是要坚持住自己的房子的话 那他帮我们家装好了 但是他装错了 那我觉得我会 我会主动 我会去劝谁啊 劝甲 劝那个出钱装修的人 因为确实是因为你的失误嘛 你自己没有对好嘛 那么你装到别人家去了 这本来就是你 你为什么没有装到自己家 装到别人家去 那你不能让别人家去赔偿你的这个损失 你装修的所有的费用 我觉得也不应该有 以防来赔偿或者负担 是吧 那么 那么我觉得我会着力在甲方这里 天哪 我不知道我乱说的 小偷律师刚刚 小哥说的这个是OK的吗 这种处理方式 那个主持人 我觉得你知道提出的 你应该去出司法考试题 对吧 把这个题放在题库里 像我 像陈晓老师 他就是 思路比较开阔 那我作为专业人士 我拿到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案子 没办法解答 首先我们要来看 要看这双方的肃请是什么 对吧 A业主 B业主 你到底A业主是要求返还 赔偿 还是B业主要求直换 你要先是有他的肃请 我们才能围绕肃请来提 对吧 我没有想过换房子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阳光真的是阳光 给我们带来很多阳光 以后终取普照 还有一点就是 要看一下 你这个钥匙交错了 是不是业主的 是不是开发商 或者当时物业的责任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第三方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理清楚了 看到各自的肃请 在围绕他们的肃请来调解 最后就是法律的问题 然后就是合理性的问题 对不对 能不能折价 能不能改变 折价多少合适 对吧 还有 我觉得这种装修房子 我不仅仅是花了钱 还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对不对 所以刚刚小哥答的这个 其实是如果是满分一百分的话 觉得会多少分 我觉得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应该可以达到七十分 但是考虑到他这个思路比较 比较就是开放性 再给他加十五分 也就是八十五分吧 打错了 希望小哥多原谅 还是要给小哥鼓掌 没有没有没有 你太客气了 我真是瞎说了 我真是瞎说了 已经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有七分就不错了 这么高呢 八十五分了 我主要给他加了十五分的那个额外附加分 因为这个思路比较开拓 其实也是我们解题的一个思路嘛 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八十五分吗 因为他是你粉丝 是因为我竟然接招了 我竟然接着主持人这个话题往下说了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宝宝协会自大了 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小陈 小陈是到了这个 是律师答题了 这道题其实有点像人 有点像这个偏纠纷的一道题 请听题做好准备了 90后的小夫妻结婚一年 要闪离 两个人见面就数了对方毛病 不停的争吵 男方吐槽老婆 喜欢在网上购物 喜欢囤货 女方反感老公 喜欢和朋友打游戏 打到半夜 为此两个人一直争吵 然后呢闹到要离婚 这个时候 您作为这个调节员 该怎么调节 这不是我们戏里的案件 不是 主持人刚才问的那个案件 也是戏里的 也是戏里的 怎么调节 我可能会现身的男生 对吧 你说你跟一个小女朋友 吵架 你妻子 对 妻子 她再怎么样 我们从那个宏观上来看 她也是一个女生 对吧 90后还是个小女生 你一个男人在家里面 就不是一个吵架 吵礼的地方 家里是讲爱的地方 你作为男人 你老跟自己媳妇吵架 吵赢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生活当中 会见到很多男生 哇啦哇啦对着这个女朋友吵 但是你后来发现 女朋友根本就不是要跟你吵架 要跟你吵 她就是吵的是感情 就为什么你不像当初 对我那么好了 或者是吵着吵着最后 大家都会 吵架的原因给忘了 然后呢 开始吵态度 我觉得 就事论事 女生也好 还是男生也好 就事情论事情 好好说话 对吧 说话不难 沟通 不易 好了 追加问题了 我要好好沟通 男生喜欢打游戏 打到半夜 女生喜欢买口红 一个月买三只 具体这两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一下 我认为两个人 应该坐下来谈 比如说我们哪一点 觉得你做的什么行为 是我接受不了的 我要告诉你 我有什么行为 你也可以指出来 两个人一点一点谈 OK 你可以做出什么让步 我可以做出什么让步 比如说口红一个月 这三只口红 那我要看现在家庭的状况 对吧 那你说现在连房租都交不上了 饭都吃不上了 你去买口红去 对于当下咱们夫妻关系来讲 包括以后的生活来讲 肯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毕竟要以身为先嘛 对吧 民以食为先 饭都吃不上了 还买啥口红 那这样 你三个让你全都不买 你肯定做不到 我们减为一个 你能不能做到 好 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那至于打游戏 可以 每天呢 我们就说好了 每天比如说你以前一打 会打一宿 对吧 那打一宿 有没有影响女方的生活 如果真的是影响她的生活 你可以戴上耳机 那或者是说 那你能否以原来 比如说以小时来计算的话 是否可以减半 是否可以 留出一半的时间来陪陪我 我觉得 好好说话 好好沟通 才是两个人在一起 夫妻之间 能够和谐相处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事情 我也想顾着 学路里面说 小陈可以去考深论了 我们有老师在 小豆帮我们说一说 刚刚这段调节 调整得怎么样 我发现主持人 其实挺坏的 每次给我抛的问题 我都狗头保命 因为人家都是明信 我一个破落透明的博主 你每次都让我来点评 那我就先说一下 我觉得就是小陈老师 讲的真的蛮好的 原来是一个宝藏girl 有这么多的生活大智慧 其实我要遇见 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没有这么多的耐心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让我来调节的话 我通常是会让他们 第一轮交流的时候 是让他们分开进行的 因为其实这个剧情 应该是在 好好说话里第三集吧 是不是第三集 看我是不是真的在追剧 对吧 对吧 那我觉得当时候 阳光也是 怎么是九啊 这是三呢 其实那个阳光 当时也是分开进行的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我当时看到 就是阳光在里面做 我说 又应该这样子 要分开说 因为你让这两个人分开说 让他们倾诉 这个倾诉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释放 负面情绪的过程 他们说完了 就像很多人 找朋友出来喝 喝一顿酒 抱怨几句 我回家就不吵架了 因为我没有 这么大的怨气了 你倾诉的过程 一来让他释放负面情绪 二来是收集 我们所需要的 跟调节有关的信息 要知道他们 矛盾中一点在哪里 然后再组织 他们的调节 如果说发现一些 自己不合理的要求 我们作为第三人指出来 比当事人指出来 就是效果更好 比如说小陈老师 刚刚说的 已经交房租都有问题了 你还要买三根口红 你还要去花几千块钱 买一个皮肤 这个不合理 那我们减通一支 或者我们买 不那么好的皮肤 我觉得这都可以 这个非常合理 也特别好 小陈老师给你点赞 每天都在狗头保密 我说我自己 所以这段打分的话 是多少分 又来又来 你不能让直播间的 朋友们打一段分 我们这样 我们先暂且保密 听听那个妹妹 朱镜彤的这个答题之后 我们最后统一来 来搬出讲 那个妹妹准备答题了 镜彤 你这个题真的挺难的 要压轴 你如果实在是觉得很难 可以请求哥哥姐姐 发呆很久 这个题是我们在小区里面 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早上起来 晨练的广场舞老人 和晚睡急需要休息的年轻人 他们双方之间产生了争执 产生了矛盾 彼此互不相让 尬住了 这个时候你作为调节员 该怎么调节 就是现在不是有出那个公章吗 不让放那个分贝很大的 那个广场舞音乐 还有时间不是都有规定吗 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都了解制度了 那老太太们说 那个 那我们就是要锻炼呀 那这个 我们老 那个就是要 要健康啊 太快乐 发现这更是个宝宝 太难了 太难了 我可能会先找我哥哥 你哥哥死了 哥哥必要的时候得救一下 哥哥如果遇到这么情况该怎么办 因为确实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 比如说上夜班 早上起来之后就发现 那个老人确实在健身 声音挺大的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你怎么劝 杨光主持 这个真的蛮难的 我想一下 你想一下 能好好说话吗 能调节吗 双方能站在一起聊聊天吗 能行 这不就自行你们来帮忙吗 这个 哥哥无所不能 现在都已经开始给哥哥 那个已经架在这了 说哥哥无所不能 哥哥肯定能行 哥哥肯定能帮得了 哥哥您看怎么帮一帮这事 好想知道 阎光老师还缺妹妹了 我肯定是上门要 就是协商沟通一下 就比如说 先问双方的一个意见吧 去征求 你比如说 跳舞的奶奶 还有就是阿姨什么的 就是非得要在那个时间段吗 他们能不能换成别的时间 就问他们主要的一个意愿和诉求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像小陈姐说的 大家肯定是了解了需求之后 然后如果产生冲突 那大家能不能各退一步这样子 那住户的话 他们是什么晚睡是吗 晚睡要晚起是吗 那看他们能不能接受 就主要就是让双方能不能够各退一步 然后达到彼此就是协商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程度 这样这事情就解决了 不行我就只能找哥哥了 找哥哥 小陈有好的方法建议吗 说话不易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定要先去好好说话 对吧 就像刚才 我觉得 小多律师其实提醒了我一点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面临事情的时候 需要去发泄一种情绪 无论是年轻人也好 还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也好 我们首先要观察一点 就是说 他们今天可能找了这件事情 是否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本身产生的矛盾 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问题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琐事 忽然之间可能因为别的事情 会因为这件事情把它小题大做 因为我们可能因为生活 可能是因为事业当中的不如意 也会把这当中的情绪 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 我不知道我没有表达准确 比如说我们工作也好 生活当中也好 可能夫妻之间 可能是婆媳之间 可能是种种原因吧 也可能是因为工作之间 可能我们在这里 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情绪散出来 但是往往 跟不相干的人 哪怕是芝麻大点小事 我们都会把自己的情绪给散出来 首先我们要考虑好一点 就是我们在提出这样质疑 或者是引起这样战争的 那么挑头的那么几个人 他们是否自己生活当中过得快乐 过得幸福 如果不幸福 我们有不幸福的办法 如果幸福呢 有幸福的办法 那就是说不幸福的人 你沟通肯定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无论是精力还是效率 可能就要放缓 但是呢 相对来说幸福的人呢 你跟他沟通恰恰这个事情 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容易一些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对我的邻居 我们家装修也好 或者是怎样也好 多多少少虚寒问 送点水果 别人也不太好意思 但是呢 我是认为 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好好去沟通 比如说我要是作为调解员的话 首先可能会跟爷爷奶奶 先去送一些温暖 关爱一下 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最近家里面的子女啊 然后孙辈啊 是否发展得很好啊 开开心心呢 你只要把他聊开心了 那我来跟你讲讲问题 那最近你对现在的生活呀 年轻人呢 跟你讲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是否会影响你的生活呀 然后呢 我认为当你跟他站到 同样的一个战线上的时候 自然而然 他会把心理的戒备放下 也会愿意好好跟你沟通啊 所以我们在调解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 比方说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我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开工的时候 我们喜欢玩起一点 那有的时候 可能邻居在装修 可能是底下会发生了 一些什么声音 可能家里面住的离学校紧 学校也会很吵 但是你能改变什么呢 不能改变 那是否我们自己 可以先做出来 自己的一些 生活当中的一些 比如说带个耳塞呀 比如说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把家里的帘子 包括有一些隔音的地方 可以是否能修正 只要自己能先 把自己这块事做好 那实在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再请调解原来 跟对方商量一下 那比如说 我大概是 9点钟起床 或者10点钟起床 那您装修 可能从8点钟就开始了 那是否您在 8点到10点钟的时候 或者是到9点钟的时候 您可以选择 声音不太大的装修 或者是说 到这个点的时候 您的音乐 是否能够低一点 对吧 那您的时间 是否可以多一个小时 或者少一个小时 前一个小时 后一个小时 那互相各让一步 事情就解决了 我好能说呀 网友说 真的太棒了 好像是我们课上课 听学习委员 在回答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我说明白了 还是没说明白 就是小兜律师 对 听明白了 大家说逻辑一下 小兜律师 给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轮的回答 我们三位学生 给我答题 好的好的 讲得太好了 你们都在圈粉 其实我觉得 刚刚小陈老师说的 换位思考 然后带一点小礼物 这都是我今天要说的 你把我的台词抢了 真的真的 你说的太棒了 那人民调节 是化解纠纷的 第一道防线 我觉得 讲到跳广场舞 这个事情 我们身边都有接受 可能自己爸爸妈妈 都去跳广场舞 也有这样的困扰 但是我觉得 跳广场舞 它是一个自由 就是 但是我们有一句 怎么说的 叫freedom is not free 就是自由不是免费的 所以它是 有限制的自由 就是你有跳广场舞的自由 但是你也有 不打扰别人的义务 但是这个情况下 因为都是邻居嘛 如果我们上纲上线的 跟他说 你这是违法的 是不是违法 就是我给大家 科普一下 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如果扰民有噪音的话 它是违法的 你是可以报警的 但是如果你上纲上线的 说你这是违法的行为 我要报警 我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 我甚至还要起诉你 要求你赔礼刀剑 消除影响等等 这个时候 你只会把矛盾给恶化 所以我特别赞同小陈老师说 小陈老师您圈粉了 我已经是你的粉了 应该叫你王律师才对 其实我特别赞同 就是小陈老师说的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 怀柔纵策 比如说 如果让我来调解这个案子 我可能会带一些 小礼物过去 对吧 这个阿婆家 这个跳舞的阿婆家 是不是缺什么 我带点水果 带点老人可能喜欢的牛奶 需要的零食 什么的一些小东西 或者小礼品一样的 其实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们在乎的是我们的态度 我们送礼不是对他们行贿 或者怎么样 而是拉近我们的感情 让他更能接受我们说的内容 就有一个沟通的桥梁在 大家可能觉得 这挺好的 我可能不是说 我可能不是给这个投诉者的面子 我是给小陈老师面子 我是跟小兜老师面子 对吧 那小兜老师都来找我和解了 还给我送礼物了 我要注意这个影响 我们同时也可以从一些文明啊 行为这些角度来给他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沟通和交流 因为很多人都是爱面子的 除了一部分人说摆烂 我就这样 我不愿意改变 那大部分人你跟他说 合情合理 他是愿意接受的 因为他也想做一个文明人 就这样子 对 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因为要面子 对吧 你要是不注意这个 说话的方式方法的话 他哪怕心里觉得你是对的 他也要跟你抢抢 对我这边一般遇见老年人 什么来咨询的话 我首先都是某某老师 雅叔 阿婆 阿姨 我这么一个冲突他 拉近距离 因为我们不是去审爱说 被告当事人或者怎么样 我们是去调解 是这样一个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位回答 都特别特别棒 我们隔着屏幕鼓鼓掌好不好 真的今天 刚刚那个小陈说了一点 有一句我觉得说特别好 其实我们这个剧的名字 叫做好好说话 真的是很多时候 有一些矛盾冲突 都是因为就是没有好好公通 情绪上有了一些冲突 最后就造成了一些矛盾 所以最后也想请我们三位主持人 来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通过演这部剧 有没有觉得好的沟通 好好说话 是一个这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感受 好不好 小哥你先来跟我们说 因为你在这个剧里边 是最会说话的人 我那话都是背的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喜欢和睦一点的环境 我喜欢 比较友好和睦一点的那种环境吧 我不喜欢那种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 然后 能开玩笑的人就多开开玩笑 多多对方开心 不能开玩笑的人 我们就就就就好好说话 就是正经点 反正都是建立在不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 目的只有一个 就希望既然大家每天要在一起相处啊 就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你开心了我也开心了 出发点非常重要啊 就是要真诚 好谢谢杨光老师 接下来亮望律师 您觉得通过这个剧 通过这个剧 您觉得好好说话的一些感受 这个剧有什么感受 确实是我们在看别人的故事 调解别人的故事 当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有的时候我们调解别人的故事 我们站的角度会比较客观 但是面临到自己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觉得陈晓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陈晓 跟谁不好好说话过 这个太大了 他真是一个 至少我见到你 你跟每一个人 非常的好 先说一下小东西 这么多一样 对就相当于 他会说 他说他希望 他比较喜欢和睦的环境 因为喜欢这样的环境 所以他自己会做到 他好好说话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他关你家门来 特别是剧组生活 真的是剧组生活 千万就是任何一个部门之间 如果开始吵架了 开始骂人了 或者怎么回事 就整个那个 那天那个氛围都好 对 对对对 就没有办法好好创作了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认为 确实在面临到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 办理系里面很多案子的时候 虽然我们在讲的是台词 但是我认为 有一些话说的还是非常好的 就比如说阳光在调解 这两个小夫妻之间 我记得 陈晓老师在那个 那个办公室里面 他跟这两个小夫妻讲 超棒的 超棒的台词 小陈我今天 你今天每次叫我 都要加个老师 他今天每一次 Q我的名字 都要加个陈晓老师 我听着特别别 我要迎合主持人 也要迎合小多律师 谢谢小陈老师 谢谢小陈老师 对我们可以就是 说一说陈晓演的那段戏 我觉得那是我见过 陈晓特别特别棒的一场戏 就是他在跟 两个小夫妻在调解的时候 就是他告诉南方 你炒赢了有什么用 你怎样在调 我那时候觉得 哎呀陈晓光环呀 有光环呀 哎我好像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回答我 主持人太游戏了 也有说 其实好好说话 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啊 对 好好说话 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其实也通过拍了这部戏 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关系 真的是需要好好沟通的 以前 不会往这儿去想 可能因为工作忙 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 可能顺应你的比较多 不会意识到 这个事情会 因为演员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封闭的 我们每天面对的可能就是 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工作人员 对 可能有自己的对手演员啊 但是其他的可能我们很少 有机会去走到社会上去 但是我认为真的是 好好说话 好好沟通 在哪里都非常非常的有用的 哪怕是任何任何的关系 重中之重的事情 尤其是在我们是已经期间 大家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情绪 但是我认为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调解自我 让自我飞速成长的时候 这是很好的上升期 千万不要堕落下去 这能量的小陈 最后我们听听妹妹的 妹妹也是在这个剧里面 因为我觉得 就是挺难的 因为面临着罗修这样一个 不怎么喜欢说话 而且有点叛逆的 这样一个摄影师 好好说话也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妹妹来给我们说说 在这个剧里面 关于好好说话的感慨 主要是 罗修他特别不好好说话嘛 所以廖望律师 我找他 就是帮我处理了 罗修的一些案子和事件 我对于罗修的好好说话 其实比较少 我主要是靠行动 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好好说话 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拍完那部戏之后 我买了一堆 就是什么高情商画术啊 然后什么 社会人都要看到什么 基本那种社交语言书 什么的 我觉得好好说话 特别重要 是我作为就是这种 九五后一直在学习的 一个方向 就是一定要好好说话 让各位前在学习 特别是小陈姐 今天在我眼里就发光 我觉得朱镜头是我们戏里面 真的是唯一一个 一直都在好好说话的人 苏晶晶是吧 苏晶晶是在这个戏里面 一直都做到 无论是对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对待 她都会做到好好说话的人 太难了 她是用爱去做话的别人 像天使一样 谢谢廖王杰 谢谢嫂子 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但是那个刚刚工作人员 提醒我们说 说时间到了 我们还是要谢谢我们的几位主创 还有小豆律师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最后好多粉丝问的问题 说那个小哥 今天晚上还会跟我们 那个互动吗 在微博 会 一方面 我是芒果TV的会员 我已经看到了 最新更新的技术 但是另一方面 每天湖南卫视播的时候 我也会守在电视机前看 因为我现在反正在隔离 我也没有事 我就看完了以后 我会跟大家多互动 哎呀 陈晓营业了 鼓掌 什么 陈晓营业了 鼓掌 营业 好嘞 都翻牌 都翻牌 好了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了 也特别谢谢小豆律师 谢谢我们三位的参与 我们好好去追剧 都记得那个会员冲起来 去看我们的剧 最后邀请我们的每位主传 跟大家说一下再见 好不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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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直播见 下次直播见 晚上三成小聊天吧 拜拜 拜拜 晚上准时了 看完新闻联播七点半开始 但是关是不是小哥那边关 你好好隔离啊 拜拜 谢谢小老师 拜拜 谢谢 很高兴见到各位老师 再见 再见 各位网友 辛苦你 谢谢 没有没有没有 跟你们聊天特别愉快 好舍不得呀 陈晓老师说话说的太少了 没有你来之前我说的可多了 我其实一直 我的错 我的过 但是粉丝不要去骂我 开玩笑 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尤其我看直播间 像陈晓老师他不怎么爱说话 但是把阳光角色塑造的这么 我爱说的 我都没有机会夸你了 我错了 我爱说 我觉得 我们最后就 我们最后留五分钟给小哥 小哥给我们说一会儿 加油来 不是我差点要关了 你不是说结束了吗 没有 没事 我们这样 我们把陈晓的这个话 说话的时间留 让他留到晚上 晚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要跟大家要去聊呢 还有很多话题要跟大家聊 小生你现在在 现在在哪儿啊 我在北京 你是在剧组吗 我没有 那你 那你也是在居家吗 我 我虽然不是 我虽然是自由的 但是我喜欢居家 我没有在隔离啊 我没有在隔离 但是我比较喜欢居家而已 好的 那就先这样吧 我们先下了 我来研究一下怎么下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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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